囊囊囊囊囊 告辞了 刘布啊 前往锦阳港闹了猛兽啊 还有我武松打不过的猛兽吗 哥斯拉呀 这个确实是打不过好吧 前面有猛虎啊 前往锦阳港闹了猛虎呀 身长七尺 脊柔三百 一脸鬃毛 肥头大耳 说的就是我吧 结账 武松别过店家 摇摇光光的前往锦阳港 摇摇晃晃 别咬我 念书 武松摇摇晃晃的前往锦阳港 一阵收风跳出一只掉金白鹅门虎 武松瑟瑟发抖 门虎大好一声 不可以瑟瑟 你表情包用多了吧你 发抖 念书不要大喘气好吗 武松抽出哨棒 门虎掏出手枪 这个差距太大了好吗 门虎扑将过来 武松架住门虎 跳起了舞 没必要跳舞 打虎 一人一虎 僵持不下 武松渐渐力不从心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武松丢出毛线 引开大猫 我大哥送的毛线是真管用啊 武松趁其不备 跳断在老虎身上 老虎被做死了 他没那么脆弱好吧 武松摁住虎头 开始撸猫 都什么时候了 没这个必要了好吗 武松三拳打死门虎 筋疲力尽的武松 觉得一块大青石沉沉睡去 自此以后 武松打呼 传为一段家话 而且养猫让我发现自己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贸协会 当时我去猫社 老板在那介绍 说这个品种就是长得一般 但是性格很好 很粘人 这边这个就是脾气差点意思 但是以后就超可爱 我当时就说 给我来这里边 那个性格最差了 我要那个最孤僻的那只 是吧 我老婆当时就笑了 我说你笑啥 她说这跟我当初 选择你的理由是一样的 而且养了猫之后 大家养猫的朋友都知道 你很快就会体会到一种 当父母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发现 我如果真的做了父亲 我一定会是 溺爱孩子的那种父亲 你知道小猫来我家 第一天我就开始不对劲了 我现在在家 发出那种可爱声音的频率 比小猫高多了 经常就是小猫正常地 趴在那吃个饭 我就在那 喵喵喵 这是谁家的小猫咪啊 其实养猫来说 就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刚刚好的程度 就是我需要付出的感情很少 但小猫对我的陪伴 是恰到好处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现代人压力 就是太大了 养狗对我来说 都有点太热情了 狗就是特别主动 你知道你一回家 狗已经在门口等着你了 回来了 玩会儿 玩球 出去散步 别走 走啊 所以这么可爱 就是因为不会说话 所有负面情绪都很萌 你想如果小猫会说话 根本没有这么可爱 我在那 我说这是谁家的小猫咪啊 他说我都相当于人类 45岁了 你叫我小猫咪 叫咪哥 给他穿那个小狗的衣服 他说你咋想能 给你哥穿这玩 你是真的狗啊 就算我带他去医院 我在那鼓励他 我说你个男子汉 做个绝育手术 有什么好哭哭啼啼的 可是绝育了 我还怎么做男子汉啊 瞄了个咪的